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韭菜 為了能更貼近一些老觀眾和新觀眾們 我們創立了Instagram平台和大家互動 目前的內容都正在規劃當中 希望大家先幫我追蹤起來 謝謝大家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燃韭菜 我是Norad 那今天呢,就簡單講一下吧 就是 我們的今天大盤算是開盤開低 然後現在又是往下殺 對,那目前 對,目前呢 就是 我手上的單呢 就是 多單就是 慢慢去買 那空單也是 今天會講幾個之前有講過的 空方的一些個股 不過其實 你也可以說 其實 不管怎麼空 大部分的個股 從 上禮拜假設去空 那基本上 對 上禮拜四好了 上禮拜四去空的話 基本上今天已經是獲利的 對,所以我們就知道說 目前的盤勢呢 一定是 稍微 一定是偏熊勢啦 對,但是我們 也一樣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 做 反彈嘛 那我自己目前呢 對,就是 多單會慢慢買 那當然 他如果說 呃,跌破了上升趨勢線 或是跌破了這個平行線 那我自己心中 所設定的這個支撐的話 我就會出場 那出場之後 然後我 這筆之間呢 我就會等待 比較好的個股 或是說 可能後面行情 持續的下殺 那下殺呢 一樣 如果說剛好 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了這一檔個股的支撐 對,另外一檔個股的支撐 那我一樣會做 進場 那一樣再向下去抓 這個 防守點 對,但是 主要還是說 盈虧比要 好啦 盈虧比要好 不然的話 其實 呃,在目前的盤是 在 上週的時候 也介紹過 蠻多 這個可以做空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空 我自己是有空 對,那 呃,今天的這一個 複盤的個股呢 大部分都是 我在IG上面 有發這個限時動態 所以還沒加的 可以去加那 可以在 我應該都在 每天的早上 大概八九點的時候 應該大概錄在九點 那就是收集 收集到十二點 那十二點 因為十二點過後 再去做講解 會比較準一點 對,就是 再整理一下 那把大家 要講解的 複盤的個股呢 就是在 呃,每一天呢 都會 放在八點半 那最 主要呢 大概是抓十檔 對,那如果說 這個個股呢 其實基本上 我根本就沒有講過的 那就不代表是 複盤 所以我會略過 那就會 看啊 看情況 找時間去分析 那或是說 就直接略過 這樣子 那就是請大家 檢驗 因為講這個複盤 會比較簡單 就是因為曾經講解過嘛 所以說 稍微看一下 那也是 大概懂一下 目前的行情在走什麼 而且有時候 說真的 有時候 每天去 分析 那他其實沒有行情的時候 其實 分析也沒什麼用 所以 比如說他壓力在250 那 他的支撐在200 那你在中間 什麼220 230的時候 在那邊講的天花亂墜 其實 有時候也沒什麼用處 對啊 好我們就直接來看這個 大盤指數的部分 就來看一下 目前啊 目前的情況 呃 他又 大盤又再次破底 對 他又破了前面這個低點 那成交量一樣啊 非常的低迷 所以 呃 情況是不太樂觀啊 不過我自己目前還是 以看這個 期貨那邊啊 我 以看期貨那邊的 方向 然後 如果說他再向下去疊呢 非常就 有機會去疊到這個 萬五這邊 對那 嗯 一樣我會找一些 空方的我的單 應該就會先拿著吧 對 目前的情況是會拿著 那 有往下疊的話 就會慢慢的去出掉 那多方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我到到達 假設今天到達直程 那我就做進場 他如果向下跌破 我就會出場 然後再去尋找 欸 另外一檔個股 對我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那當然 如果說你看好這一檔個股的 後續的行情 那你抱著 都沒關係 最切記的就是 在上週四嘛 就講了很多很多次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做 在上週四的時候做進場 買進做多 對不對 然後呢 禮拜五再接 然後禮拜一 今天你又再接 對 那你為什麼不是禮拜五接 或是今天再接 對不對 就是你的 嗯 這個邏輯還是要搞清楚 對 那當然 目前是熊四 說真的 這已經是偏熊四 他在跌破 就會到 我覺得到萬五 對 我就會到萬五 所以目前做多呢 我覺得都是要 小心謹慎 因為我們的方式是 比較偏屬於 左側交易 那 大家也聽說 聽說一個概念 就是說 呃 原來的五十元 然後 他可能從五十元 漲到一百元 之後再從一百元 跌到五十元 那這個五十元呢 究竟還有沒有那個 當初五十元的價值 可能在我們熊師裡面 就沒有 對 他跌就真的跌 就跌爛了 就把一堆人套在上面 但是我們要慶幸的是 假設你看我影片 你至少 你不會去追多 對不對 你會等到一個 較好的價格去進場 然後呢 欸 拉高 我們就賣出去 那空單一樣 有跌到支撐 我們就先行 部分的這個指引 那支撐 就是拉到壓力部分指引 那跌破 自己心中的一個價格 那我們就停損 對 我自己目前想法是這樣 好 那再仔細講 嗯 這個 台子騎啊 目前啊 他是 砸到了大概 160 030 今天最 最低是到1603 你在剛剛發生的 對 那我們看一下 他的一些 量能的部分 可以看到他量能的部分呢 今天算是在 我們的這個 大概 我講他範圍 最高是16183 然後最低是16103 這邊這個80點的價格 是 南瓜了 非常大的一個量 不能說非常大 只是說 這個量呢 有機會 會為我們 在這個底部 裡面 打一個底 那當然還是要看收盤的 這個價格 對 當然還是要看收盤的價格 我們可以看一下過往的 可以看到 譬如 我們看一下今天的量嘛 就是在這一根嘛 是比較大量 然後再來呢 這邊疊下來 這邊的底部呢 這一天是 看一下這天是什麼時候 4月27號 對 4月27號 然後這邊呢 也是一個 比較大的量 然後最後是有 橫盤在 反彈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所期待的是 今天的量呢 可能是還不錯 期貨的量 那當然大盤那邊的量 是不太 不太夠的 對不太夠 所以 只能說 有機會明後天 會做反彈 當然明天還是有可能 下跌啊 對那目前呢 還沒有到完全的 很看空 因為如果說完全看空 就會再 往下去跌 大概1000點左右吧 當然有可能是 撐在這邊 或撐在這邊 可能撐在這個 15600 也有可能 也有機會啦 不過就看壞一點 你就看到了 1500這邊啦 對所以 我現在目前手上的空單 是抓著 那多單呢 就是 一樣的想法啦 對 那有跌到支撐去 撐到說 破了的支撐 就是尋找之前 都還在上面的 他線型比較看得懂的 去做進場 那他的這個格局啊 那時候有 畫這個線 我們把這條線 補上去 就是他整體呢 目前有機會 還是在走這邊 這樣子的結構 就是 這一個上升通道啦 這邊 1 2 3嘛 對 那底部呢 目前呢 就是在這一天 呃 上三週的時候做一次測試 那再來呢 就是這一週啦 要收回去啦 因為今天才禮拜一 其實 收不收回去 還說不準 對還說不準 對不過 看起來是不太OK 但是還有4天交易日 所以就一樣啦 操作方式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反彈 但是他如果說真的有反彈的話 他的力道應該是 會比較稍微強勁一點 但是也不確定說 他會反彈到哪一邊 只是說 目前很多個股 都 就是如果說 你換一個思維來想的話 就是 阻力可能也是在慢慢接 所以 如果你要做多 你就慢慢接 對 不要說你只買一張 你就今天把資金全部丟進去 你可以分批 100股 200股 300股 400股 500股 然後看一下貴賣指數 貴賣指數今天 如果收盤沒有辦法收回去 192的話呢 那就會 比較不OK一點 不過呢 不過他如果 卡在這個地方 我倒覺得 也還OK啦 對也還OK 因為 說真的現在目前呢 你要給他一點 稍微多一點點的 緩衝的空間 他也並不是說 直接往下跌 所以明天應該算是一個 還蠻關鍵的位置 就貴賣指數的部分 應該算還蠻關鍵 如果說他真的是跳空開地 那拉到這邊這個位置 192的位置 應該是反向變成空方 然後往下 又往下去跌 所以明天台股 應該是一個蠻關鍵的位置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 廢 廢半導體 廢半導體呢 在那時候 禮拜六直播的時候 稍微講一下 他還是在走一個 三角收斂 對那 不確定他會不會回來二探 對他會回來二探的話 也是有可能 因為可以看一下我們的 納斯達克 他這邊 一直不斷的往下破底 那是有機會到這個 1 1 2 2 2 反正就是一個 一個 4個2 1然後4個2這個位置 那標普500也差不多 就是目前的到達底部 那不知道會不會反彈 對不知道會不會反彈 那 納斯達克應該會被殺的 比較慘一點 所以應該是蠻 蠻有機會到達的 所以就是關注一下 那我們的廢城半導體 反而看起來是比較 稍微強勢一點 不過因為他現在 目前他沒有在動 所以 網上開盤 也不一定會跳空開地 殺到這邊 也都有可能 也都有可能 好我們就 直接來講一下個股 講了10分鐘多 好我們就從這個 援金開始拿去 這邊10檔 主要都是觀眾留言的個股 好我們看一下援金 援金在我們的 這個直播裡面 直播裡面我說 我會看像這個 大概40元的地方 對然後呢 我自己啊 我今天 我是在看像三 看到39 對那如果說 今天沒有去停損 我幹嘛 可以看一下39 這個位置 對為什麼因為 我們從 這邊是一個算是 比較強勢一點的上升通道 那但是 如果說我 我今天認為說 台股 還沒有到完全全面的轉空 對不對 我自己心中當然覺得 但可能其他人覺得 喔那是轉空一定會破底 一定會掉下去 什麼之類 那當然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因為我自己在上禮拜試的時候 也是有布這個空單 對我是多 多也做 阿空也做這樣子 所以 我自己目前看的想法是 呃如果說他可以守住啊 這個位置啊 這一周裡面 大概39吧 對阿那 或許還有機會 不過 我也不確定到底 守不守得住 對到底守不守得住 當然 在熊市裡面要多點耐心 對 所以如果後面有再翻回去呢 或許會考慮做經常 不過如果說真的跌破39 或是等一下收盤跌破39 應該就會考慮 不過應該 我自己會等到明天啊 我自己應該會等到明天 對 就是簡單講一下 因為目前他 屬於一個非常空 如果說叫大家說 欸一個價格 一定可以幹嘛之類的 那去接 感覺也不是一件好事 那40元這一個位置呢 主要是看向前面這邊啊 對阿前面這個位置 那剛好他還是一個整數的價格 不過今天的盤是太弱 然後呢 這個 太陽能在最近 沒有資金進來 在這幾週 沒有金進來 那大盤又弱 所以就持續往下殺 那我們盤中 我們也看不出來說 到底是閃霧殺 還是大霧在接 好看一下中探針 中探針其實之前 在這個範圍區間的時候 也做過講解啦 對 這邊這個範圍的區間 也做過講解 那他也是在 這一檔我是沒有做觀察 不過我應該在這邊 也是會去做空 因為他在這邊 是形成一個雙頂部嘛 對 雙頂結構 那去空 其實是一個 還不錯的空點 所以切記 如果說你稍微看得懂 你也不會買在這個位置 真的 就是不會買 不會追買這個位置 覺得他一定會突破幹嘛 你至少要等他收盤 如果說你收盤去追 然後這邊是紅K 我倒覺得 你還OK 但是如果是盤中 去追這個 我覺得就比較 不好一點 因為目前 真的沒有一個東西 最近去 那明天一定保證 他現行突破 就一定往上噴的那種 個股 對 所以目前的結構呢 我覺得 蠻有機會 OK 他在 這邊這個 應該4月27吧 對4月27 疊到這邊了 所以我們就往下去抓 我們往下去抓 那 一樣 這個範圍 如果說你對他有興趣的 那這個範圍或許可以去接 對 那接 慢慢接嘛 接接接 那今天或許就可以接 那明天有疊再接 那今天接到這邊 如果說疊破了 欸 就看他要不要出場 對 就看他要不要出場 那當然如果說再翻回來 就看你要不要再做進場 都是怎樣 因為目前的格局 如果說你是做空的人 一定就是 賺很飽 對阿 你一定賺很飽 當然 你空的點也要空的對阿 像如果說你看他 空到上禮拜四 一定是OK 那如果說你空到今天 當然就不OK 所以說大盤在 全面下跌的時候 開地的時候 不要去做空 你應該要找 多方的去接 那如果不想接 你就停手 就不要動 這樣子對 不動作也是一種動作 對 所以目前看的範圍 就看到這個 之前那個沙滴的4月17 你看喔 4月17是我們大盤的 之前的低點 那今天呢 可以剛剛 在前面講大盤的時候 大盤是又跌穿的 對不對 那跌穿的情況之下 那為什麼我們的4月17 沒 4月17的一些個股的低點 沒有去跌穿呢 對啊 大盤跌穿了嘛 但是我們個股還是卡在這裡 就是可以去思考一下 為什麼 就是有可能4月17 就是一個比較恐慌性的拋售 然後有資金把他給抓進來 雖然量能的部分 是根本沒什麼看到啦 不過就是 以目前的心態是這樣子 那當然 就一樣 多空可以做 就是稍微去學習一下 那目前這個 望虹 我一樣 還是整體還是看空 不會 說到這邊去接啊 因為他 他是有跌到 他這個 警線位置的實力啊 所以 之前嘛 磐斯很爛的時候 在去年大概 八九月嘛 八月都在這裡 然後9月反彈 10月又跌得更深一點 10月多 這邊來到這個位置 所以目前呢 整體還是看空 看空到他這個位置啊 3、4多 我才會比較有興趣一點 對因為蠻多 像我講過蠻多個股 電子股 那半導體 我說會接是 想要接哪邊 我想要接的就是 他一個平行線的 他的頸線 從他有可能從去年的 1、2月那時候開始漲 那這一檔是從去年的11 前年的11月開始漲 然後他這邊落下的頸線嘛 對我會去想要接的是 他頸線的位置 所以 望虹就 做等待吧 我還是 偏看空 就算他要反彈 他反彈到後面 應該還是會跌下去 我自己想法是這樣子 對就是 參考看看 那 玉創呢 玉創呢 我覺得在 這一波裡面 我們看一下周限級別 好像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看周限級別 那當時候呢 是說 他是走一個 上升的格局 那如果說他上升格局可以守住的話 那當然他會每天 每周 因為是周限嘛 每周每周都會往上去走走走走 那最後可能會形成一個突破的情況 不過呢 目前如果說盤是再差的話 我自己會往下抓啦 抓到他這個57.5 如果說真的 跌破了到什麼57塊之類的 那我可能就會再次的做停損 所以假設我有進的話 假設我進在這邊附近的話 我會再次做停損 那一樣啦 想法不變就是 如果所有的資金就是一樣慢慢買 每天有跌就買一點 有跌就買一點 反彈不動作 反彈或許你可以賣 對不對 假設你今天買100股 那反彈賣50股 那今天跌下來再買個100股 反彈再賣50股 對 類似這種方法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噴 那這種方法可以讓你 就是至少心裡會覺得說 呃 我沒有賠那麼多 我這一筆單我至少在 可能打平 或是小賺這樣子 或是小賠這樣子 那當然 各有好壞 對不對 可能他一個反彈 隔天再反彈 隔天再反彈 對都有可能 對 但我不確定 但目前是走一個打太跑會比較好 那一樣 在疊的行情當中 我們都慢慢買就好 做多慢慢買 那做空我會 直接買多一點點 對 那我們 看一下大雅 大雅也是 疊滿慘 那那時候是說 大概28會反彈 他反彈一次 反彈一次 那也是疊勝的那天反彈 之後 就開始往下爆點 然後呢 這邊抓的所有的線啊 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邊這條我們先把它刪掉吧 已經沒有什麼用處的感覺 那再來呢 這邊上升趨勢線 在這邊形成一個反壓 所以或許後續 還有的看 那這個前面這一個 這一波下來的下降趨勢線 感覺沒有什麼用處 所以我們把它刪掉 那這一個27 也不確定有沒有做防守 但是在上禮拜我確實是守住 只是今天盤是真的太差 所以他 跌落下來 那一樣 如果說 你的心理承受能承受到 24.5到25元的話 那你就放 那或者是說 你在這邊有做進場 假設你買一張 你掉到這邊 你再買兩張 我們稍微來算一下 假設好我們講28好了 因為那時候說28是支撐嘛 好那28 加上我們25好了 25就買兩張 那這樣子平均 對 除下去26 對會落在26這個位置 當然你的價格離越遠 那你去買那兩張 當然會 比較靠近一點 不過一樣啊 如果說 你對這檔一樣 持續的有興趣 那你覺得說 他會來個24反彈的話呢 那或許是一個 不錯的 進場點 但我不確定 那主要還是看前面這邊吧 對不對 24.5到25塊就是前面這邊蠻多的 支撐啊 這邊疊下來變轉換成壓力的地方 所以我不確定說 他如果後續在疊 會不會在這邊 只是做一個停止 那也還是有機會 也還是有機會 那目前啊 因為有些人會用這種方法看 他是疊到了0.382 0.382 蠻多個股都是會 做一個反彈的 所以不確定 那如果說明天一樣 繼續守住這邊 那或許真的是守在這裡了 對啊 那就是持續去看啊 如果說你不停損的話 那就是在這邊 那當然 假設我那時候說28買 那27再買 那跌下來可能跌破了 26.5停損 那當然我這邊停損之後 我是等待他再跌下來嘛 我再接 那或是說等他翻回去 27塊我再接 反正就是用這種方式啊 那當然 要可以去看盤的 比較可以這樣操作 我們看一下艾普 艾普的話呢 目前是在走一個下跌趨勢啊 那我這邊有抓一個位子 這一檔我忘記 好像我沒有做過講解 不過我自己有在觀察 對那可以看到 他這邊的頸線呢 就是我所講的這個 電子跟半導體 我就在等那個頸線嘛 他的頸線在去年11月這邊 應該就 對 算是已經破了 不過他好像 是因為他有這個 這一個什麼 米字的 這個應該是這個 對 他可能算破也不算破 不過在剛剛的技術成 技術面那邊 感覺主力是把他當作破 他好像是有拆骨吧 對還是 我有點忘記 對應該是拆 拆一半是不是 這邊最高900 那這邊變 這邊300 有點不太會算 對不太會算 他好像有拆吧 所以他前面有這個 米字鍵的這個 符號 對然後主力呢 一樣啊 那主力也不吝嗇 一樣他反彈這邊的時候 他主力大概也是抓550位 這個位置把他當作是這個 壓力位 然後順勢又往下跌 對順勢往下跌 那目前看的 會看像這一根吧 呃 前年4月27號這一根 爆大量的位置 去抓他一個直升 因為 呃這個位置呢 這個306這個位置呢 有反彈 有反彈 確實有反彈 3月14號反彈 那這個反彈呢 反彈了1 2 3 反彈過後的3週 第4週又跌破 所以目前呢 我覺得不是一個好的接點 我如果說我要接的話 那我會向下去接 對那一樣啦 如果說你資金夠了 那你從上面買下來的話 在305這邊應該要做進場 然後呢再往下去接 你就要去接 這邊這個位置 對那等待他反彈 對這是一個 左側交易啦 對當然 他會不會再持續往下跌 我也不確定 我不確定 對但是 至少這樣的方法是 我們第一個支撐買 第二個支撐在買 第三個支撐在買 那你可以放一個 抱一個長線嘛 對你心中 你就覺得說 啊越低我就越買 我的重砲就越多 我的這個價格就越低 我的這個價格就越低 或許會開心一點 對 那也是一種方式 好 因為畢竟他目前 我只能講說 他目前 是因為他跌生的 所以這樣去買 可能還OK 因為他有可能 再跌應該跌到前面這邊了 是三四十塊這邊 對啊 然後就是 參考看看就好 那目前長龍 有兩個人問 那一個是做空 一個要做多 那我目前想法 一樣不變 我還是會 會比較偏向於這邊去做多 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中間有做多的話 我會比較小心謹慎一點 就是 今天的盤石我看得懂 然後 航運我自己看多 我可能會比較想要去做 進場 那當然有可能賺不到 一樣有些人可能賺得到 對所以 目前的情況 我比較偏看空 因為我剛剛 一樣有時候 分析太多檔 就會忘記 這個 原來的這個去世線 才是最重要的 我那時候看是 看像這一根啦 對啊 比較抱歉一點 只是看像這一根嘛 下來的下降趨勢線 然後我說 這個位置應該會 打到然後 往下跌 不過我們再看一下 如果說你有看盤軟體 你稍微看 去畫一下 你從這個 去年的7月6號 一路畫 畫到這個 跟今年的3月4號去做連接 你可以發現說 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壓力位 剛好就是 上週四的位置 所以我也很 喔啊 如果說他抵到這位置 我理論上應該是要去做空的 但是我沒有去做空 所以目前是看空 我目前看空 那 那可能跟我的 原本的心態不變 因為我原來就是 比較偏看空航運 對 看空一點點 但是一樣 我會等他回跌下來 那個支 那個支撐那個位置 再做 這個考慮 那這筆看空的單呢 有可能 就是有可能在這條線 先撐住 然後才會往下跌到 這個138的位置 或是140 都有可能 因為整數價格 說不定 就是有時候 遇到整數價格 都有可能會做防守 那目前是比較偏空 我們不建議做多 不建議做多 等他回跌到這邊 趨勢先再說吧 我們看一下台七零 台七零呢 在我們那時候做過獎解 那時候說 大概這一天吧 還是這一天 忘記了 反正這天做獎解 然後就說他有機會跌到13元 對 那一樣喔 我的想法是 如果說你要 你今天要買金東庫呢 你當然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賺這個 價差 那你當然也可以把它 想像成要做 賺這個股息 不過我自己心態是 呃...兩個都賺 那如果說兩個都 呃...兩個都賺嘛 那你買著放著 就一定可以賺到其中一個嘛 就是股息 那我偏向於說兩個都賺 所以說 如果說他抵到支撐 那我會在第一個支撐 第二支撐 第三支撐都會去買 那中間就不會理他 那第一支撐在哪裡 我當時有看的第一支撐 就是13元這個地方 對13元這個地方 那確實這一天也砸到 那如果說在13元買的話 也賺不到什麼 這是最高13.3 我不信 我不信有人會這樣子 在這邊買 然後賣在13.3 這個賺這個0.3 這個價格 我覺得非常困難 對然後後面漲上來 也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也會追在這一根 因為他這一根 其實就是反彈上來 就是又再出貨下去了 所以就是小心謹慎 對...小心謹慎 建議目前就是 真的是 以前那句話 老話就是買綠不買紅 這句話在我們今年非常適合 那也或許不適合 可能要買什麼大盤疊3、4、5百點的那種綠 可能才是真正的這個 對不對 這是一個笑話 那目前呢 有機會 這邊 呃...如果說我這邊花侠上升趨勢線 那一樣我13元做進場 那這邊疊到這個 11點多的時候做進場 那當然如果說今天是一個 比較大疊的情況 然後 如果說你也想要稍微做觀察的話 你可能在這邊也不會做進場 對那當然這個位置呢 這位置是第一個支撐嘛 那再來呢 第二支撐可能看向這個 第三支撐看向11 那再來支撐呢 我們看拉遠一點 第三支撐就一樣看向最低的10元這邊 那當然目前手上都沒有的 欸或許等待 對等待10元 有機會還是會砸下來 對目前的金融股 情況不是很樂觀 那當然呢 一樣如果說你也買一張 那我今天大盤好 大盤疊300點我才進場 我買100股 好那隔天大盤疊200點我不進場 都可以啦 反正就是如果說你做多 目前來說的話 只要你能找到支撐 那你就去做進場 那當然反彈 就是看你要不要賣 賣掉啦 那我自己就是反復反復這樣操作 看一下還有幾檔 還有兩檔 我們講快一點 紅肌 紅肌其實之前好像也沒做過講一點 那目前的情況呢 可以發現嘛 其實這邊就是 熟得死死的 其實那當時候也有發現了 不過我也沒想到 後續的大盤就是持續一直往下疊疊疊疊 疊到爛掉 所以也並沒有去做空 因為這是我自己畫 也沒有在我們這個個股裡面做講解 好那目前的情況呢 如果說你對他有興趣 那或許你可以等待他到這邊 那或是說他壓到這邊這條線 欸就可以試占看看 對試占看看就是一樣分批去買 假設這邊是26元 你可以只能買一張 你就26000 那你就買100股 好那疊到這邊你就再買200股 或是說你就直接買個400股進去 那一樣這邊如果疊穿了 我會比較偏向你去看空 對因為如果說疊破頸限啊 那我當然 如果說這一檔的話 疊破頸限我可能還會看一下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他的 是屬於比較偏扭一點的個股啊 可以看到 他的成交呢 成交量呢 基本上每天都還蠻多的 就是今天就特別小 那今天特別小 他壓不下去 壓不太下去 所以沒有人在賣的感覺 也不確定他守不守住 只能說如果說你現在目前 對個股都有興趣 你就設定了 你能大盤跌個300點 400點500點 你去買 那或是說 你今天個股跌到了支撐 對那就是慢慢去佈局 慢慢買這樣就好 好看一下這個 智邦 等一下智邦要講什麼 嗯 抓錯檔了 這檔挑過 好我們講智琴好了 智琴那時候 有去做空的應該還不錯啦 就有一段利潤拉下來 而且他也有期貨 然後在上禮拜四的時候 其實也基本上不太過他的這個壓力 所以目前一樣就以偏空看待吧 那當然 目前再去空的話 這個價差的利潤可能就沒有到很好 對沒有到 因為是有機會會拉 一樣會拉到這個位子嘛 然後呢他去跌 或許會來個二次回探之後 再往上走也說不定 不過目前個股如果說這邊有一條下降趨勢線 主要還是要覺得 呃等待這個下降趨勢線去越過去 或許會比較好一點 或許會比較好一點 好啦今天這這部影片好像講的太久了 沒關係我們就到這邊為止 然後應該會再錄製一一部這個副盤影片 那一樣喜歡我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再幫我訂閱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